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13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今天中国报告了首例新冠奥米克戎变体病毒 该病例是上周从海外返回天津的患者 该患者于12月9号抵达天津时 无任何症状 但是随后的核酸检测呈阳性 实验室的序列检测显示 其感染的新冠病毒为奥米克戎变种病毒 该患者在确诊时已经被强制隔离 目前正在定点医院接受治疗 奥米克戎在南非首次报告后 已经蔓延到了50多个国家 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周日报告了101例确诊的新冠病例 其中80例为本地传播 21例来自海外 而Delta病毒仍然是目前中国的主要感染病毒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本月承认 中国的疫苗针对奥米克戎虽然仍然有效 但是他们的功效已经大大降低 但很难说低到什么程度 而中国的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 周六在大湾区科学论坛上表示 奥米克戎让全世界体会到中国的做法是对的 他说奥米克戎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很多国家在奥米克戎十几例时就开始采取措施 在实践中慢慢体会到中国的做法是对的 而中国东部沿海省份浙江 成为了最新新冠病毒爆发的焦点 相关部门今天报告 自12月5号以来 浙江总共发现了192例病例 其中绍兴市123例 宁波51例 杭州18例 这一波疫情是由Delta变体引起的 源头可以追溯到上海和江苏省 宁波国际机场飞往深圳的航班 从周日起暂停 飞往北京的航班从12月6号起则全部取消 浙江省卫生官员今天表示 浙江省有超过50万人正在集中隔离 浙江省已经责令旅行社暂停旅游项目 而温州和义乌这两个尚未出现本地病例的城市 政府也下令关闭了所有公共娱乐场所 浙江是中国的主要制造业省份 受到疫情影响 上万家公司暂停业务运营 从证券交易所的文件中可以看到 十几家中国上市公司已经应地方当局的要求 在浙江停产导致他们的股价暴跌 周末 宁波 嘉莲科技 浙江丰隆电器等多家公司宣布停产 他们的股价在今天大幅下跌 有的跌幅超过7% 但是所有宣布停产的企业都誓言 全力配合当地政府 由当地政府决定何时可以恢复生产 而在中国出现首例奥米克荣的同时 今天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 英国出现了首例奥米克荣患者的死亡 无法确定该患者是在何处感染了变异病毒 英国卫生局表示 该患者是在医院被确诊 但是没有公布他是否接种了疫苗 英国首相约翰逊说 这一死亡提醒了全球面临的风险 英国正在积极为市民接种第三针加强针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超过2300万人接受了加强注射 约占符合条件的人的43% 约翰逊补充说 这种高度传播的变种病毒 将成为伦敦新冠感染的罪魁祸首 政府表示目前奥米克荣的病例数 每两到三天就会翻一翻 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目前市面上的两剂疫苗 在预防奥米克荣变体方面的效果 都远远不如预防Delta变体的效果 实验显示 针对奥米克荣的中和抗体水平 是针对Delta的抗体水平的三十分之一 但辉瑞上周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 打第三针可以将中和抗体反应 恢复到足以对抗奥米克荣的水平 而周末在同一个大湾区的科学论坛上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院院士张伯里说 随着冬奥会的结束春天的到来 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 疫情将会平缓 那个时候中国可能会采取一些 相对宽松的政策或是措施 人们在交通旅行等方面可能会方便一些 但是他表示 当然中国不会完全开放 完全开放是要根据全世界的整体情况 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 现在非洲的疫苗接种率只有10% 这是让人很不放心的地方 张伯里估计到明年年底 关于开放边境的问题才能见分晓 虽然中国对国际的开放似乎是遥遥无期 但是香港与大陆的边境开放指日可待 今天香港发布了关于前往中国大陆 免于隔离的规则 为重新开放边境的计划制定了初步细节 从香港免隔离进入大陆的第一阶段中 有资格进行免隔离登记的人 是持牌公司的高管 主要目的是前往广东省管理内地的业务 每家公司可以提交一份登记表格 每个月最多两名高管可以前往内地 香港已经于12月10号推出一个跟踪健康码 使香港的追踪能力与大陆看齐 消息人士称当边境重新开放时 最初的免隔离旅行上线为每天1000人 但是此消息还未正式公布 中国知名的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今天宣布 它将推迟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 因为上周五它被列入了美国政府所认为的 支持中国军事发展的投资黑名单 商汤科技在公告中说 暂停上市是为了帮助投资者考虑 美国黑名单的潜在影响 并且补充说它仍然致力于尽快上市 在上周五因为美国投资禁令的公布 商汤科技暂停了为IPO定价的步骤 而今天则宣布推迟整个IPO 该公司原计划于12月17号 也就是本周五上市 筹集约7.67亿美元 而上周五美国的禁令 可以说是在最后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 为商汤科技按下了暂停键 商汤科技的产品被用于智能城市 警方监控和自动驾驶等领域 美国财政部称其产品 被用于与人权侵犯有关的镇压活动 并且称其支持中国军队 因为商汤科技的人脸识别产品 可以有效地识别出维吾尔人 商汤科技的股东包括软银集团的愿景基金 高通和阿里巴巴是目前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之一 美国最新的禁令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爱国主义情绪 一些用户说他们将购买商汤科技的股票以示支持 在今天的声明中 商汤科技表示 他将重新发布一份新的招股说明书 并且修改上市时间表 消息人士称 商汤科技希望能够在本月内安排重新上市 而商汤的国内竞争对手矿石科技也被列入了美国的出口黑名单 该公司已经取消了在香港的上市计划 目前正在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科创版上市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保罗说 技术是中国可能受到美国当局最严厉对待的一个领域 因为美国政界人士普遍认为 出于国家安全和竞争的原因 中国的技术增长需要受到遏制 美国还对中国近年来的军事集结尤为关心 在美国国防部今年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 国防部写道 中国的商业部门越来越多的推动先进的军民两用技术的突破 这些技术既有民用也有军事用途 需要引起重视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认识到人工智能对军队现代化非常关键 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年可能至少花费16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科技进步 而商汤科技之前被中国科技部任命为中国官方人工智能国家队的成员 上周五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为中国明年的经济工作定下了稳字当头的基调 曾经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贺坑表示 强调稳是因为现在不稳 而不稳的总根源在于金融不稳 他认为主要引爆不稳的导火线可能是房地产行业泡沫的破裂 而资本设置红绿灯应该先要立法 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房地产可能与当年泰国美国和日本有所不同 一是因为低等级的商品房总量过剩 与外国相比去库存的问题还是很大 二是房地产行业的债务量大 而且与银行和地方政府交集密切 大大增加了拆弹的困难 贺坑说会议声明中尤其惹眼的是精准拆弹四个字 隐含着2022年不可避免的还会有雷要爆 因此责任一定要明确 他举例说今年的恒大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的同时 广东省政府及时介入把爆炸的破坏力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今年9月以来房企债务爆雷事件频繁发生 极大的磋伤了投资者的信心 市场普遍预期2022年房价将会进一步的下滑 路透社本月初的调查显示 2022上半年中国房价将会同比下降1% 另外今年一个新的提法是要对资本设置红绿灯 赫坑认为这个提法的意思是资本具有双重特性 作为生产要素它体现为厂房设备材料等物品 而从金融属性来看资本就是追逐利润的货币 如果不规范它的行为 它会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后果 会让资本的主人一夜之间成为巨富或是赤贫 赫坑认为设置红绿灯必须要以法律为准身 应该先立法交通规则一定要统一 要真正有利于不同形态的资本公平竞争 而至于对明年中国经济普遍的预期转弱 在赫坑看来表现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不足 所以他认为利物稳中最重要的是稳就业稳金融 只要就业充分金融平稳 人们的信心就会跟着恢复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